美媒彭博社最新撰文称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执政的第一个十年里 以牺牲共产党二号人物为代价来积累权力 李克强在十年的任内总理职务基本是一个 习近平决策执行者的角色 现在习近平试图分出一些权力给下属 由于任命了一位值得信赖的忠诚者担任总理 最近有迹象显示 这辈子毛泽东以来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正在慢慢下放权力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和政治局常委分管党务的蔡奇将瓜分习近平的部分权力 但学者仍称习近平将扮演着调节人的角色并拥有最终决定权 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权力过于集中 过多繁重的艺人决策已经影响了中共的正常运转 自媒体《小明之心》的作者小明 在《美国之音》的节目里指出 由于习近平的健康原因 使得二十届三中全会一拖再拖 而另一位评论人 中国民主党执行主席陈创创 也在同一节目中认为 习近平由于时间无法分配 使得中共政权难以按日常规矩运作 最近习近平已经将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的大权 交给了国务院总理李强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学家宋文体表示 习近平可能会让两个不同的人负责这些机构 以确保领导层之间的制衡 鉴于政治是当今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实际上并不清楚谁真正发号示令 他说这两个委员会中哪一个更有影响力 苏文体总结说道 这种模糊性意味着习近平将始终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 并拥有最终决定权 有分析认为 现在习家军内部有两个明显的帮派 浙江帮和福建帮 他们都是在习近平提携下财成气候的 但是习近平又要让他们互相牵制 这两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李强和蔡奇 一个分管经济 一个分管党务和安全 随着习近平健康状况的退化 他们将帮助习近平分担一定的工作 又互相监督对方 但最后的裁决权仍会被控制在习近平手中 11月29日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出席2023台湾经济发展论坛 会前接受媒体联访时在爆出 开架过程中有余姓张忍季将军及费先生 柯文哲更感叹 打选战期间遇到了太多骗子前客 但仍被说出最后喊架者到底是谁 是谁开架两议员 请柯文哲当副手传出是余姓华侨 透过选择知友会秘书长郑荣成牵线提议 到底是否属实 柯文哲表示 在那过程中什么余姓商人 还有季将军魏先生 他更感叹 在当医生时很少遇到骗子 来打这场选战 骗子前客实在是太多了 还有各种国际骗子都有 他说对我来讲是这样 这一页就把它翻过去 反正都结束了 媒体追问 民进党质疑喊架者 以违反总统副总统选罢法 也就是搓汤圆条款 柯文哲应该公开是谁开架 柯文哲回应 这种纷纷扰扰 就给这一页翻过去 来认真打赢选战 至于蓝绿告喊架者一事 柯表示 就让他们留在历史上去好了 不过尽管柯文哲想敷衍过去 但台湾政论节目 时事评论人士吴子佳却表示 他已经聘请律师 要将柯文哲告上法庭 让他讲出到底是谁 给了他两亿美刀 吴子佳断定 如果柯文哲所言属实 那个金主肯定就是对岸的习近平 这是赤裸裸的戒血 美国前国会议长 加州众议员共和党人麦卡锡 对下届美国总统发话了 麦卡锡11月29日周三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建议前总统川普选择 2024年总统参选人黑利 作为他的竞选搭档 据国会山报报道 凯文·麦卡锡出席 纽约时报 Duel Book峰会期间 接受采访时被问到 如果川普当选 他应该选谁做副手事宜 有四个选项 曾在川普政府担任 联合国大使的尼西黑利 众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 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维维克·拉玛斯瓦米 以及参议员蒂姆斯科特 麦卡锡回答说 从政治角度来看 选择副总统是一个加法问题 而不是减法问题 所以你不会选择一个 已经与你一样的人 那么今天看来 反川普的选票将投向尼西黑利 麦卡锡说 川普需要共和党 基本盘和独立人士的支持 才能迎回白宫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选择一个 能够说服这些选民 支持自己的人 当被问到那个人是谁时 麦卡锡说 在我看来 现在我认为 那个人是尼西黑利 麦卡锡一直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 但一直避免明确支持前总统 上个月他在接受采访时被追问 为何尚未为川普背书 活动仍在继续 我很可能支持川普总统 麦卡锡说 我相信川普总统将成为我们的提名人 我相信川普总统将在此当选 麦卡锡说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黑利是否会答应做川普副手 这是你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 黑利最近在全国民调中的表现有所上升 在共和党初选中与佛罗里达州州长 罗恩德桑蒂斯不相上下 仅次于川普 黑利基本上不对他的前老板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攻击 而是专注于他的政策立场 川普在民意调查中一直保持广泛领先 包括在爱荷华州 新汉布什尔州和南卡罗莱纳州等早期投票州 而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额捐助者和小额捐助者 随着距离2024总统初选的日子 只有七周的时间 还曾担任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的黑利 周二赢得了 有亿万富翁 查尔斯科赫家族领导的政治和政策网络 美国繁荣行动组织的支持 作为回应川普竞选团队 在一份声明中批评AFPA挺黑利 称以中国为优先把美国放在最后的AFPA 选择支持一位主张开放边界和全球主义的候选人 德桑蒂斯团队对此回应说 AFPA正在帮助川普 因为为尼西·黑利的竞选花费的每一美元 都应该看作对川普竞选活动的实务援助 该团队认为黑利太温和无法胜选 黑利则在声明中感谢AFPA的支持 称这次选举事关重大 支持自由与社会主义 个人自由与大政府财政负责 与不断上升的债务之间的选择 他说 根据真清晰政治的数据 最近的全国民调显示 川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平均支持率 约为61.3% 领先得桑第四的13.8% 和黑利的9.9% 爱荷华州预选会议将于1月15日举行 这是对候选人真正的第一次考验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公开 赋予十岁女儿金主爱 朝鲜新兴女将军称号 韩国政府针对朝鲜 对于第一千金搞个人崇拜 并未发表评论 但分析认为此举从朝鲜的证据标准和观点来看 十分不寻常 可能引发民众揣测金正恩健康出现问题 必须火速任命接班人 韩联社报道 韩国专责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统一部官员 11月28日被媒体询问 金主爱霍玉女将军称号一事时表示 目前没有可提供的信息 仅称正与有关机构一起缜密关注朝鲜政局的继承格局 根据美国自由亚洲电视台报道指 朝鲜23日为庆祝成功发射军事侦察卫星 万里进一号举行平壤市委 国家保卫省社会安全省干部演讲会 会上对金主爱进行个人崇拜 称其为朝鲜新星女将军 据指演讲会上出现了朝鲜迈入太空强国时代 太空强国时代的未来将在新星女将军的带领下 更加辉煌等发言 金主爱是金正恩与妻子李学主的女儿 据目前已知信息 李学主生育二子一女 金主爱似乎排行老二 是金正恩唯一正式公开的小孩 金主爱2022年11月首度亮相 自此频频陪同金正恩出席各式场合 引发各界揣测她可能是政权接班人 今年2月7日 她参加人民军建军75周年庆祝活动 官媒朝中社称她为尊敬的子弟 可见称谓逐渐升级 针对金主爱最新称号 2016年从朝鲜投奔韩国的 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级议员泰永浩指出 如果报道属实 这意味着朝鲜政权最高层 指定金主爱为接班人的内部城市已经走完 朝鲜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生前 曾因脑中风行动不变的事实 无法隐瞒后授予金正恩金大将的称号 并强迫全体民众歌唱名为脚步的歌曲 开始对金正恩进行个人崇拜 朝鲜政权游京市世袭 金正恩在接班之前 就被以新兴将军和青年大将等称号 被朝鲜人民广为熟知 并在金正日去世后原本伟大的称号 玄机被改为尊敬的 太永浩表示 如果朝鲜将年仅10岁出头的金主爱和飞弹发射成功 相结合进行偶像化 从朝鲜的标准和观念来看也十分不寻常 朝鲜民众也会认为金正恩出现了健康问题 并因此火速任命接班人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卫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